一个男人驾私家车在屯门逃避警车追捷 冲了入地盘受伤被捕 警方在车里发现怀疑毒品 被捕驾四十多岁男司机头部受伤 送到屯门医院治理 涉事私家车停在工地 车头损毁 警员封锁现场调查 警方说在凌晨4点多 涉事私家车逃避警车追捷 冲了入梓田路一个地盘 撞到滑泥车后才停下 警方发现司机早前被通缉 在车里手获华疑毒品 召唤辑毒犬到场协助 将案件列作贩毒和通缉人士发现处理